沈玉林自曝囚子心酸。 逼问赵正平有无避孕。 赵正平遭逼问是否避孕。 图中天提供。 2018年3月5日。 社会观察家沈玉林与赵正平4日一起参加中天节目叫明星大跟班,沈玉林受访时,谈到过年去世,她好笑又好气地说,以前未婚,问我何时要结婚? 结婚问我何时要生子? 现在又问我何时要盼第二胎? 真的不知道我的人生为何对他们如此重要。 但有这种体悟的她,却在受访时逼问赵正平是否避孕,场面报效。 对于囚子心酸,沈玉林相当了解,她表示,我是过来人啊,整整搞了6年,这6年我忍受多少屈辱,我去录影啊。 将男生计划,将男生计划功能,请中医师来把脉,人家把脉没问题,制作人立刻写大字报,说她,沈玉林,甚亏。 中医师立刻改口说,沈玉林,她刚说完,现场一阵大笑。 回想起那时求医过程,她笑说,潘若迪那时不是去看一个神医,珍贵,把卖一次6000元。 她透露潘若迪因为看了该位神医,欲望大增,还为此闹出笑话。 沈玉林分享求子心酸。图中天提供。2018年3月5日。 沈玉林提及,我们一起看电影,拍老师上厕所,她老婆一脸恐慌地问我们等等去哪里。 沈玉林,我答说回家吧,她却惊恐地说,我不敢回家,回家她就要,要得我想逃。 哈哈哈哈。 说完现场笑成一片,记者质疑故事真实性,她转而询问赵正平是否避孕。 赵正平被逼问到无路可退,只低声回说,没有。